最近问我晚餐要吃什么 最近网上看到有个阿拉卡馍菲好像蛮不错的 这么巧的事情是 我朋友和我都是在同一个网页 看到同一个人介绍 Shabushai Shabushai在新加坡一共有6间分行 分别在Ostras Center Cosway Point Sylangu Next Nordpoint City Tampanis One Westgate 价钱方面 Lunch 星期到五 15块 Weekend 23 Dinner 星期到四 23 Weekend 25块 最后我们选择到在Ostras Center 8楼之家分店 晚上营业时间是6点 我们5点45分 开始排队 大概等了20分钟就可以吃了 这位网友还说 猪骨汤真的很好喝 Tom Yum呢就别点了 欣赏不到 其实我们应该选一下Tom Yum 看一下到底有多差 最后我们还是选了一个猪骨汤和一个辣汤 肉类呢 有猪肉 牛肉 鸡肉 菜类有 豆包豆腐 切豆腐 鱼圆 大白菜 金枕 香菇 鸡蛋等等 这些都是无限量供应的 我们就可以一直order order 再order吃到饱饱为止 但是有时间限定 午餐只有70分钟 晚餐90分钟 90分钟呢我就觉得刚刚好而已 如果70分钟的话真的是有点赶 总结一下 环境与卫生方面 我是给7分的 服务方面 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就给6分 食材方面 我只给5分 觉得肉有点太过饱了 会影响口感 还有这个猪肉是有猪少味的 我本人是蛮喜欢这个味道 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 其他菜就比较普通一点 种类也比较少一点 冰淇淋和汽水需要另外收费 价格以CP值 我们是周末晚餐 after tax需要29块 这个价钱吃到这些东西就没有很值得 因为菜单都是一样的 如果周热lunch time吃的话 会比较值得 可能你会说 我在上班啊 老爸怎样吃 最后我们大概7点半吃完 出道区外面排队超多人的 我们吃的大概是第一轮 翻桌 然后第二轮是在7点半到9点 因为不能预约的关系 如果要吃的朋友可能5点45分 或者7点就可以开始排队了 还有记得要点猪骨汤哦 这个影片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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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